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不放过 跟着他满世界的跑比赛 当年郭晶晶退役后 也没有急着嫁人 而是弥补自己多年没有进学堂的遗憾 选择去到高校继续学习 后来更到国外进行YMBA为自己的新阶段人生做准备 他嫁人 是他觉得一切都刚刚好了 不是自己上感觉硬要把握什么 要知道 以犀利读学著称的稿埋 当年关于两人婚礼的标题都是 公主出嫁 许子齐是在英国念书 时与李嘉诚相识相恋的 恋情公开之后 李嘉不准许子齐再看入娱乐圈 许子齐也做到了 许子齐怀孕五个月时 李嘉诚与她在美国登记结婚 虽然两人从恋情到结婚没出什么一半 但是不是讽刺成婚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李嘉欣和许静亨的感情史就没那么光彩了 毕竟这两公开认我时 许静亨还没和何超琼离婚 李嘉欣早年名声并不太好 恋情一段接一段 许静亨的情史也是相当丰富 和陈法荣恋爱 和刘嘉宁定过婚 但李嘉欣自己坦白表示过 我是一个有过去的人 只有一个和我有着想象经历的人 才能真正理解我 所以 两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人顺利走到了一起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最后 是三人婚后的状态之所有 会有人觉得过津津艰难 就是因为他的婚后生活过于节俭 可是节俭不是一件好事吗 难道豪门就一定要炫富 一定要激进顺滑 这样的三观斗和想法 真是让人不敢苟头 婚后的郭晶晶过得很随心 不可以去迎合所谓的上流社会生活 而是和霍启刚两人过着普通的小两口生活 用两块钱一个的塑料发圈 和老公切力气维持市场大财买 但这些事情上新门 使他都会感到很疑惑 因为这就是一个普通人都会做的事情 嫁了人的郭晶晶 依旧是郭晶晶 他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从而去 做出任何改变 这难道不是每个女人都追求的状态吗 如今 有一儿一女在侧 还有迷地老公和关心爱护自己的公婆 郭晶晶的幸福不言而喻 一家新其实活得很通通 面对富豪老公和婆婆他运气得很 所谓加入豪门就要隐退 对他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结婚后得他教养出现各种各样的品牌活动 结婚两年后生了儿子才慢慢淡出娱乐圈 近几年儿子大了 他开始慢慢付出 接待严 拍广告 工作之余还不忘健身 旅游 48岁的他依旧保持着18岁的好状态 不得不说 真是豪门口探中的一股清流 学子骑士千亿媳妇 大家都说他巩固自己地位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生孩子 目前为止 他已经为李家生了两男两女 第五胎的消息还是有传出 虽说 人家生几个孩子是人家的自由 但如此高密度的生孩子 外界难免会猜测 毕竟 李家成的哥哥李佳杰 已经有三个男孩了 这场豪门继承权的争夺扎还远没有结束 不是小巴要捧谁或者踩谁 只是每个人的经历和状态都摆在那里 如何去拼判看观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感症 这三个豪门扩胎 你愿意pick谁呢 The end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认新闻客户端自媒体